两汤匙的花鸟酒 哇,很香 哈喽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那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菜肴 白萝卜焖辣鸭腿 我在四斤海外就带了一只辣鸭腿回来 那这辣鸭腿啊 当我在那边看的时候啊,它真的是 整只 处理到干干净净了之后呢,再真空包装了 那其他材料呢,我们就有白萝卜啦 之后有一根的葱 适量的圆锡 跟蒜头 之后就有两根的辣椒干 那么赖鸭腿跟白萝卜的比例呢 就是一对二的 如果这一个赖鸭腿是300克 我们就给600克的白萝卜 好,那我们先来处理材料 好,之后呢,我们就把白萝卜一开三 然后再来一开三 然后就把白萝卜切成条状的 好,圆锡呢,我们就切几段 然后我们给少许的葱花 再来葱花 再来葱白 好,这圆锡根呢,我们就切几段 放在一起 辣椒呢,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油取出来 嗯,之后呢,我们就把辣椒砍成块 好 好,这里我们准备一锅水 把白萝卜冷水下锅,然后我们开火 那么这个步骤呢,我们可以去掉那个白萝卜的苦味 好,滚起来之后呢,我们就顺便把这个辣椒腿也放进去飞水 这里我们飞它三四秒就可以了 OK,好,把水滤掉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爆压油 这里我们开中火,慢慢给它爆出油先 把蒜头也放下去 好,把蒜头爆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下葱白跟圆锡根 辣椒干也下 好,再次爆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白萝卜跟辣鸭腿了 两汤匙的花雕酒 一汤匙的蚝油 哇,很香 后来我们给500毫升的水下去 半汤匙的酱油 少许老葱 最重要呢,我们一定要加冰糖花下去 这里呢,我们大概要给它两个茶匙 哇哦 这里一共焖了25分钟 好,最后给点葱花下去 圆洗 好,白萝卜焖辣鸭腿完成 那么这道菜的重点呢,就是我们的白萝卜一定要冷水下锅,飞飞水 这样吃起来呢,它就会减少它的苦味 那么第二个重点呢,我们要起那个辣鸭腿的那个油 来爆油 这样煮上来呢,焖上来呢,它才香的哦 那么第三个重点呢,我们这道菜是没有放盐的 然后我们有放糖,给它味道拉合 因为辣鸭腿呢,它是比较偏咸一点的 那学到了,记得把它分享出去,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功课 来了 ini,刘物汁 汆浅 宜租